疫情、重机、经济 无论是生意人或是打工族 都面对资金流动问题 有家长申诉 虽然学校停课 但是校巴司机依然要求他们付费 政府强调这绝对不应该发生 如果没有提供服务就不能收费 同时社群媒体流窜的假新闻猖狂 就连国防部高级部长 纳杜斯里伊斯曼·沙比里 也成为最新受害者 国内学校从3月中旬开始放假 因为疫情蔓延 一直到目前还没有开学 有的学校最近就要求教师返校作业 引起教职人员混淆 国防部高级部长伊斯曼·沙比里 校伍在立场记者会上指出 教师有任何疑问 可以向教育部厘清 至于有家长申诉 即使没有上学 校巴业者依然要求他们 缴付一部分的车资 部长强调 这绝对不能发生 由于校车准证是由交通部管理 因此他会转达这起事件 要求相关部门向业者说明 收费准则 另外经济重启后 幼儿园也获准重新营业 为双新家庭提供便利 因此妇女 家庭及社会发展部 正在和卫生部 拟定标准作业程序 确保环境卫生安全 截至昨天 警方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已经立案调查 226宗新冠肺炎假新闻 29宗上庭的案件中 18人认罪 其余的人接获警告 假新闻如此猖獗 就连部长也中招 以斯迈沙比里呼吁 民众可以透过官方网站 查核假新闻 而通讯及多媒体特工队 目前已经破解265个 针对新冠疫情的假消息 就会发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